各位網友大家好 謝謝比特王今天邀請我過來 擔任特別來賓 今天非常的高興 個人就是針對現在目前我們國家 目前20多年來對立非常的嚴重 也停滯了這麼久 個人有一些心得 想藉由比特王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來分享給各位 希望對各位也有一些幫助 現在目前有一些個人所瞭解到的 就是說有一些方面的一些觀念 比如說我問了很多我的親朋好友 問了這個問題 當下我問了反中等不等於 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很多人當下都說是的 沒錯 接著我又問 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是什麼 他們也跟我講就是中國很快 接著我又問 請問一下中華民國 我們的國家中華民國的簡稱是什麼 這時候很多人就開始質疑了 有人跟我講台灣 有人跟我講中華 那我就開始笑了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叫中國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全世界目前 簡稱中國的有兩個國家 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叫做中華民國 都簡稱為中國 所以我剛剛問的問題是 反中等不等於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問現在的答案是什麼 所以很多人就說不等 我說對 可是前後只有兩分鐘的時間而已 為什麼你的變化會這麼快 就是因為觀念 我們的觀念二十多年來就被帶走了 這個中 這只是變成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使用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沒有辦法去使用這個中國 這兩個字 那我從小 我是中國人 我現在長大了 我變成我只能講台灣人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很奇怪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是提供這些觀念上 來分享給我們國人 我們所有的一些朋友們 大家能夠在觀念上 能夠好好的就是把它導正一下 那導正之後呢 當然我們對於國家 這方面的認同度就會越高 我們不是在談很多的一些團結嗎 如果我們在沒有所謂的一個共同的觀念之下 我們如何談團結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有共同的觀念 雖然我們在同一個國家裡面 可是目前我們看起來 就是對立非常厲害 尤其是藍綠對立 所以看到這一點 當然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憂心 尤其是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 還有包括我們的下一代等等 在現在目前很多還會談到什麼 談到所謂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大家常常會聽到了 可是你今天想想看 現在我們的台灣到底是歸誰來統治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就是中華民國 那既然是歸中華民國來統治 那請問我們台灣目前 所謂有沒有一國兩制的問題 當然是沒有 當然是沒有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問你說你接不接受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問題問出來的你就覺得很奇怪 應該不是這麼問啊 應該要問你說請問一下 我們目前台灣有沒有一國兩制的問題嗎 照理是這樣子問才比較OK嗎 但是現在沒有 現在問你的是請問你接不接受 一國兩制 你說回答yes或回答no 都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產生 所以這個就必須要我們仔細去思考 我們才能夠了解到說 原來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回答的yes跟no 就是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代表了我們台灣確實有一國兩制的問題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你凸顯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帶來的 就是後面所有一些延伸出來的種種問題 就會因為這樣的觀念 而產生的非常多的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觀念找回來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台灣有沒有一國兩制的問題 如果沒有 就沒有所謂的接不接受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的一些邏輯的一種思考 我們常常會聽到 很多人在講我愛台灣 我愛台灣 沒有錯 我也愛台灣 但是這麼多人一直在講 我愛台灣 我愛台灣的情況之下 後面它所延伸出來的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它就會弱化我們中華民國 為什麼會弱化呢 因為我們不常講我熱愛中華民國 我們常講的是我熱愛台灣 換句話說這個問題就是 我熱愛台灣到底等不等於 我熱愛中華民國 就像我住在台北 我熱愛台北 到底等不等於我熱愛台灣呢 這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 雖然我熱愛台灣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可是你講久了之後就會變成中華民國 熱愛中華民國就被弱化了 變成台灣來取代的中華民國 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就跟台北是屬於台灣的一部分 他沒有辦法跟台灣來相等 沒有錯 所以我們應該要講的是 我熱愛中華民國 我就包含了所有的一切 包括了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等等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們應該要講的是 我熱愛中華民國 是吧 所以如果說我們只講熱愛台灣 雖然這句話是沒有錯的 但是它延伸出來的一些問題 就會像這樣 台灣變成是一個國家 那所以我們就在講 我們要顧台灣主權 那台灣明明就是個地方 就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那我們要顧的 當然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沒錯吧 但是現在大家頭談的是 顧台灣主權 所以這個觀念上 可能又出了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仔細 冷靜的去思考 這些到底有沒有一些問題 但這些你思考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大家就不再那麼強烈的對立了 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 一個所謂的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涵蓋了所有了 沒錯好再來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一直強調在國外所有的有班 他為什麼很強調一點 就是你要 所謂的一中的原則 你要承認一中的原則 你要承認一中的原則 那為什麼要這樣強調呢 就是因為現階段有兩個中國 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有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沒錯是這樣子 一中就是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指的中華民國 OK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把自己的中國給去掉了 那我們剩什麼 那我們就剩台灣 澎湖金門馬子 就這樣 所以我們當然不能把 我們自己中華民國給去掉 我們把中國這兩個字 現在就是送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使用 那我們中華民國 好像我們講中國 好像變成不對了 但是事實上 這是觀念上的問題 中華民國的簡稱就是中國 就是中國 所以現在目前全世界 就是有兩個中國的存在 兩個中國的存在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 再三的跟他的友邦 要強調這些 就是強調所謂的一中原則 代表的另外一個含義 就是有兩個中國 就是包括了我們中華民國 在這裡面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下面 所以他才會一直要求他的 那個友邦一定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你不覺得也是很好笑嗎 但是我們中華民國 並沒有在這樣的一個論述下 好好的去爭取 這個中國這兩個字 沒有 我們現在是放棄了 幾乎把中國這兩個字 讓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使用 結果我們就矮化變成什麼 變成台灣變成地方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中華民國 那麼今天各位再想想看 很多人就有提到了所謂的台獨 那麼台獨在我個人來想 我也搞不清楚 他為什麼要主張台灣要獨立 因為台灣獨立不就是代表 他要脫離的是什麼 所謂的中華民國 那這一點大家同不同意呢 因為現階段我們台灣 就是屬於中華民國在管轄 所以很重要 我們到底要不要支持所謂台灣獨立 這個是讓各位要去好好去思考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自建國以來 他到底有沒有統治過我們台灣 金門 馬祖 澎湖有沒有統治過 沒有 從來沒有統治過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在建立中華民國 國父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時候 他是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有統治過中國大陸 那這個就是歷史告訴我們 誰先成立的 是中華民國先成立的 後面誰獨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在中國大陸他獨立一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共產黨 他們所成立的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他要跟全世界的各個友邦講 說你只能承認一個中國 你看美國有這麼講嗎 你看日本有這麼講嗎 跟他的所有友邦這樣講說 你只能承認我一個日本 你只能承認我一個美國 並沒有 但是唯獨只有中國 OK 再來我們再來談談 我們台灣有統一的問題 你今天想想看 今天既然對方已經成立了一個國家 叫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我們是叫做中華民國 我們是兩個不同名稱的國家 不像說各位有沒有聽過 南北越 東西德 南北韓都有 他們就有統一的問題 因為他們只分東西 因為他們國家只分南北 所以他們國家有統一的問題 所以東西德有沒有統一了 東西德統一了 南北越有沒有統一了 南北越統一了 現在就剩這個南北韓 可是我們今天 對岸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我們叫做中華民國 你說統一怎麼統呢 所以看起來我們也沒有統一的選項 所以既然沒有統一的選項 然後台獨又是分裂 所謂中華民國的國土 這樣子好像也不可取 所以是不是我們目前沒有台獨的問題 也沒有所謂的統一的問題 可是我們竟然為了這兩個問題 我們的人民為了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我們吵了20多年了 所以我今天希望說能夠藉由 比特王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希望能夠把我的這些觀念 這些能夠分享給各位 希望大家能夠仔細的去 好好的去思考 因為我們要的是思考 好好的去把真正的真相 把它釐清楚 我們國家回來了 我們人民團結了 我們自然國家就會強大 但是如果說我們現在我們觀念是南緣北側 彼此之間對立 請問一下怎麼談合作呢 我們人口也不過2300萬人口 那現在呢 光是這樣分裂之後 我們剩多少 所以我們的力量呢 就因為分裂呢 所以我們的力量呢 就會怎麼樣 就會散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透過這樣的觀念 把這個觀念 大家的觀念把它找回來 大家在中華民國的這個旗幟之下 大家好好的團結 好好的談合作 怎麼樣來把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這個國家 好好的怎麼樣的發展 然後呢 成為將來可以變成是一個強國 這個當然是可以做的 只是現在目前大家的觀念 都已經模糊了 或者是這個就是不清楚 我只是藉由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希望說如果說您覺得是OK的 麻煩各位能夠多多分享一下 這樣子的一些觀念出去 給你的一些親朋好友 把這樣的一個正確的觀念 帶給你的下一代 帶給你的親朋好友 其實對我們的國家是很有幫助的 尤其是到國外去 不要只是光講我們台灣 你要把中華民國帶出來 因為中華民國需要我們 我們國家需要我們人民 大力的在全世界去做宣揚 謝謝各位 今天播了這些時間來觀賞 希望有機會能夠 有這個機會能夠多多再分享一些 其他的一些觀念給各位 今天非常謝謝